大家好,欢迎收看《噩梦阿姨》,我是J 网恋是件很平常的事,而大多都是因为照片一拍两散 也有不少人在网恋的时候被骗取大量的金钱 在意大利有名的拍球球星因为网恋散尽家产,负债累累 或许听起来没什么,但这段网恋时间竟然长达15年 两人在这期间一面都没有见过到底发生什么事 让这位球星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所有 这次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杀猪盘这个形容词 意思是指诈骗集团利用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 在各大交友软体上用假照片骗取男男女女上钩 被诈骗的人称之为猪 所设下的所有人设与桥段和套路是猪资料 交友平台则是猪卷 建立的恋爱关系称为养猪 骗钱的行为则是杀猪 而杀猪盘的新闻事件也是屡见不鲜,骗财骗色 甚至还有因为照片的关系见到本人后而痛殴对方 利用感情的诈骗手法可说是百发百中 并且屡试不爽 而被骗的人也都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近期在意大利就发生一起荒谬的感情杀猪盘事件 受害者是一名27岁的著名排球运动员 罗伯托卡扎尼加 在电视上自曝自己与一名巴西超模玛雅交往15年 让人惊讶的是这15年以来两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自称是巴西超模的玛雅 长期以来都用维密超模亚历山德拉安布罗林的照片来蒙骗罗伯托 所骗的金额将近80万美金 两人会认识是罗伯托好友曼奴爱拉签的线 同时也是这场骗局的幕后黑手 这场骗局从2008年开始 当时单身的罗伯托想认识一些女孩子谈一场令人称线的恋爱 于是身为罗伯托的好友 曼奴爱拉便帮忙牵线介绍了玛雅给她认识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 玛雅称自己住在巴西 职业是一名模特尔 当玛雅把自己工作时的模特尔照和生活照传给罗伯托之后 罗伯托立刻就爱上了玛雅 因为这么美艳又身材火辣的对象 让罗伯托整个人都陷入了爱情里 便马上和玛雅谈起了远距离的恋爱 平常仅靠电话维系彼此间的感情 而这段感情 罗伯托也很少向旁人提起过 随着时间一久 罗伯托提出了想要见面的要求 但每每都被玛雅用工作和出差来堂塞她 再加上罗伯托身为排球队员经常要训练和去到各地比赛 两人就这样阴错阳差的一直没有见到面 尽管两人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罗伯托对玛雅从来没有怀疑过 对她的爱可以说是越来越深 多年以来 罗伯托不断送给玛雅昂贵的精品礼物 包括名品包包和昂贵的首饰 甚至还有一台价值台币200多万的阿尔法罗密欧小车 就连玛雅需要钱要罗伯托转账的时候 她也毫不犹豫地将钱转给玛雅 时间越过越久后 玛雅开始狮子大开口 她告诉罗伯托自己患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 每年必须都要跑好几趟到医院治疗检查 医生开的药也都非常的昂贵 自己支付不了这些费用 被爱情蒙蔽双眼的罗伯托 看着心爱的女友被病痛折磨 自然是心疼不已 怎么样都要想办法治好自己的女人 于是罗伯托时常转账 1000、2000欧元给玛雅看医生 而这些三不五时的饮药费 累积下来已超过70万欧元左右 几乎花光了罗伯托的积蓄 即便如此 面对玛雅金钱的要求 罗伯托就算借钱欠债都会满足玛雅 此时的罗伯托已经负债累累 却还是对玛雅深信不疑 某次罗伯托的队友 看见他在黑暗的角落里暗自哭泣 便上前询问了原因 罗伯托告诉队友自己恋爱了 两人自恋爱开始就没有见过面 但他还是深深爱着对方 而女友因为心脏的手术 正在加护病房里 自己却无能为力 无法就近照顾他之外 也无法前往医院探视他 因为女友会生气 但他俩已经订婚了 队友一听便觉得很奇怪 提醒罗伯托有可能被骗了 这时的罗伯托在有人的建议下 先报警 请警方来帮忙 还找来意大利当地的电视节目 帮忙把这个女骗子揪出来 警方从罗伯托多年转账的资料 迅速地找到目的地撒丁岛 收款人却是一位50岁的大妈 瓦莱利亚 而且还找到了瓦莱利亚的地址 而给力的节目组也找到了这位爱情骗子 当他一见到节目组时 并提及了玛雅 瓦莱利亚立刻慌忙地开车离开 骗局一遭揭发 罗伯托表示这15年以来 他对玛雅神心不一 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方的身份 当他见到玛雅的真面目的时候 罗伯托震惊不已 对方熟悉的声音却是白发灰灰的中年大妈 而不是自己所认识的超模 身旁的亲友也无法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人 竟然与罗伯托形容的人天差地远 节目组再度找上瓦莱利亚 并把转账的记录给他看 瓦莱利亚表示 自己只不过是玛雅的朋友罢了 还无奈地说自己现在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他 另外节目组也找到了当初牵线罗伯托与玛雅认识的友人 曼努埃拉 同样一看到节目组就立刻逃之遥遥 这件杀猪盘的诈骗事件 其实一开始便可以知道真相 很显然的是 假扮超模的瓦莱利亚和友人曼努埃拉 只是上网随机找一位美女来狂骗罗伯托 毕竟这位巴西超模亚历山德拉安布罗领非常有名气 从19岁就开始在维密走秀 时间长达17年 并且结过婚还遇有一双子女 只要罗伯托上网一查 便可以知道与自己正在交往的人是否疏失 没想到的是罗伯托没有查证 就此真的上当受骗 掉入两人所设的爱情陷阱里 而这一片就是15年 受骗的罗伯托在节目上难过的表示 我为他负债累累 要从爱情零行来真的不容易 若这15年间罗伯托有将此事早点告知身边的亲友 或许他也不会被蒙骗这么久 目前罗伯托已对瓦莱利亚提出了诉讼 虽然罗伯托不知道是否能将损失的财物追回 但至少他要让瓦莱利亚受到法律的惩罚 根据消息指出 意大利当局目前针对此事正在深入调查中 这整起事件也怪不了罗伯托 毕竟他只是一个想认真找寻另外一半的人 只是在爱情的迷惘里 他迷失了自己 认真地经营自己的感情 他只是错在没有加以求证对方的身份 因而被骗 从此事件看起来 罗伯托虽然是个受害者 但他也的确是一个单纯相信爱情的男人 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也看得出来 他没有心机 并对自己所爱之人毫无保留的付出 的的确确是个用心的真男人 在现今诈骗手法泛滥的时代里 利用爱情来诈骗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只是罗伯托的事件让人惊讶 是因为15年间都没碰面 却也都没有起疑心 实在让人感到惊奇 但也只能说 罗伯托是个再也单纯不过的人了 Jay虽然对这15年的爱情骗局感到不可思议 但也从中了解到 罗伯托是那么真诚的相信爱情 或许很多人觉得他很笨又很蠢 我该被骗 但是从他的例子来看 现今又有谁能像他这样无悔的付出呢 不过罗伯托的事件也提醒我们 在网恋的世界里的确可以找到真爱 但是也要再三求证 小心为上 千万不要被杀猪盘所利用 谁知道哪天你所遇到的真爱是 你看不见的人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